第三題右圖是小黑將實驗數據整理後的外力F與物體加速度A的關係圖 請問下列推測何者正確 我們要圖上面顯示在20公克0到20公克的施力的時候 東西並沒有加速度 那麼這當然就不符合牛頓第二運動令率 那為什麼有施力卻沒有加速度呢 表示有另外一個力跟他互相抵消 也就是摩擦力 我們看到呢到20克重呢他恰而開始運動 就表示我們的最大劑摩擦力呢是所謂的20克重 所以呢選項A說 實驗器材皆為光滑無摩擦是錯的 這題是有摩擦的 選項B說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在此不適用也是錯的 我們看到這邊呢後面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的外力跟加速度仍然成正比 所以呢表示呢他還是符合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那麼選項C說 系統受到約20克重的摩擦力作用這是對的 我們看到從圖上顯示我們的最大劑摩擦力呢是20克重 選項株說外力0到20克重的運動狀態 可以用牛頓第三運動定律解釋這個是不對的 應該也是用牛頓低運動定律物體不受力或核力等於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請問下列推測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系統受到約20克重的摩擦力作用 其實我們不一定會用來看看 我們說請好 如果我們看起來 我們不喜歡